你不怕我和姚维之间 你就不怕我和姚维之间 有利益输送的嫌疑啊 谁说的 不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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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啊 谁说的 谁说的这话 谁就是跟我冯文艺的 艺术作品过不去 你不怕我和姚维之间 亲爱的弟弟 昨天晚上啊 我一宿没睡 你不觉得 这个节目就像我们俩 共同的孩子吗 你放心 时间上我都依着你 绝不耽误你照顾弟妹 以后生活上 我们两个相互照顾 工作上我们同力合作 就不禁干出的一个爆款来 Another 人家是文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交个十点吧 你给我交个十点吧 这陆太太真是被骗了呀 我打听了一些信息 把援出来的 要不清楚的话 我再给你发电子的 谢谢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我那意思就是 家里所有的密码都是 是我记得 手机的 平板 银行的 都是呀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机 没有查过他的任何事情 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 我在他的 外排的箱子里 就是跟手机同步的内容 看见了他和那个女的 拍的照片 时间显示是一年前 一年多了 我觉得你也不用 这么快下定论是吧 那万一照片上不是一个人呢 只是普通朋友 不是那个女的呢 见过他 在他办公室里呢 他就是个人 那一谈怎么办 走 不管这事 你要想怎么做决定 他也是得两个人做决定的事 不回来 就是不回来 跟我说他公司面临危机 要去融资 要去处理 要去决定反击 我就要包容 理解 支持 就像个大傻子 天天在家等着回来 你就是个大傻子 我这可能是有点孕肌宿啊 我这可能是有点孕肌宿啊 不是 这男的太不是东西了 我要是你的话我跟你说 我给他一大耳瓜子 走走走 我带你找那女的去 这让他住在哪儿 你怎么找他 这不是有了吗 你不让我问这个吗 我问你 三多二度认试试吧 你看看 嗯 试着 孕育达是买的呀 这要买得也发不少钱吧 咱总还是有事没有 我是说 这房子必须得要过来 然后那是在外边等啊 还是进去啊 要是江洪凯不在呢 那不正好吗 打小三啊 我是说 万一不是咱们俩猜的那样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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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误会一场接到欢喜啊 姐姐 咱们先进去啊 把这事给弄清楚了 你能不能拿出 你在职场上弄我那勇气 还拿出来弄他们 我心里虽然知道 百分之九十九开门的 就是江洪开 可万一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冬天 来来来来来 有事跑车吗 对 小董 那我明天来见你 送我回家吧 好 没人能轻易否决 我的肚定 保护你的我 被世人抛弃 被命中注定 再掩埋归期 只能 只要爱你 只能 只要爱你 我都送孩子上学回来了 还没起啊 嗯 起了 十点了 迟到了 哎呀 反正都已经迟到了 不再睡一会儿 你要再睡一会儿孩子都放学了 快 起来吃饭了 我在睡啊 我累啊 昨天晚上回来这么晚 干吗去了 昨天差点跟人干账啊 干账去了 我差点 差点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孕妇 老跟人干账呢 怎么还 我陪安心做监去了 我有点怀念你们两个不合的时候 最起码人身安全有保证啊 我们都看见狗男女了 安心怂了吗 能理解 要是你 你也怂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吗 我不干吗 我就是说有些事情 你不亲身经历 靠想象的反应是不准确的 也是 我看电视剧里面抓小三 也不是这么演的 起不起 背过去 背过去耍眼 来 早站了 我有个事啊 我跟你说 怎么样 昨天 冯文艺来家里找我 谁 冯文艺 他来干吗 找我回去 为什么呀 让我回去重新弄那个节目 雨果的老资本们缓过神赖了 知道离开你一串动了 其实是他们想继续用头而言 但桃桃指定我来等 我昨天才把合同发过去了 他这么快就反馈了 小妞可以啊 上次骂他的话我收回 我早就说了吧 人家桃桃不坏 挺仗义的 你什么意思啊 当着我的面这么肆无忌惮地夸 曾经疯狂追求过你的女神 你的微薄绯闻女友 不怕我查你iPad啊 你查我iPad干什么 他也跟手机是同步的呀 你小心点吧 那查iPad不全面呀 人家看手机 显得我多小气啊 是不是跟安心在一块被传染了呀 人跟人可不一样啊 啊 他老公是他老公 你老公是你老公 是啊 我老公可不敢轻易造势 你注意措辞 不是不敢 是不会的 这是人品问题 懂吗 懂 那你工作的事怎么想呢 没想好 现在家里你需要人照顾 恒星流星也需要人照顾 而且我都做好不干的准备了 心态都调整完了 这又翻来覆去的 你听我的老公 这事儿没什么可想的 之前机会流失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我好几天没睡着觉 你这么多年在雨果 不就是在等一个大机会爆发吗 要不怎么会 考虑要不要孩子去权衡利弊 现在不是挺好了吗 孩子也在 事业也在 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也想特别骄傲地跟我们家孩子说 你看 这节目 你霸道的 商务 你妈做的 行 看看跟他们怎么谈吧 好好谈 不怕提条件 再过分也行 越夸张越好 节目还没开始录 变化总会有的 放平心态吧 该放平是放平 该兴奋是用兴奋 好 好 过来 吃吧 好 卫姐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安胎补品 这里面呢 有的是我怀孕的时候吃过的 觉得还不错 有的是母艺软件社区里 妈妈们说好的 这没错 您就吃吧 不用那么破分 成量够白好些了 都够吃好一年呢 还有这个是最关键的 防辐射服 姐 我本来想给你买个新的 但是我回头一想嘛 这种东西一辈子穿不了几回 所以这个是我穿过的 您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这个 那就是真有用吗 我也不知道 所有孕妇妈妈都买这个 您就穿着吧 以防万一 对对对 更雏鸟似的 挺好看的 安总呢 我给安总发信息了 她没回 估计是还在请假 对了 姐 还有个事 安总带我那个母艺软件 合约不是确定了吗 原本计划着 今天去他们公司开会 需要报价 结果这不是安总不回信息 不接电话 我自己去 我也没这个自信呀 你跟徐总说了吗 没有 我怕我说了想拿小报告 还显得自己没能力 不会 安总那么敬严爱港 肯定是因为家里有事嘛 徐总又不是那么不接人情的人 您确定在业绩即将产生之际 徐总能理解吗 那这样 你把那个产品的项目书啊 还有合同啊 发给我看一下 不行 我陪你去 好嘞 业绩算你们的 谢谢魏姐 去吧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回来啦 回来啦 都几点啦 你怎么才回来啊 公司团建 你也不给我 领导们全在 团建也不能喝这么多酒啊 慢点 没多少 妈 领导 给我们凑一块儿 聚 显得真有凝聚力 接近日给我们洗脑 好 疯狂洗脑 那我们 游戏排马 跟上 勾够一部分呢 行了 就赶紧坐那儿喝吧 小夕了吗 我还真想问你呢 我跟你说啊 小夕这几天晚上 都是十点多才回来 这干什么工作呢 这干嘛呢 她 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不着家 前两天说了嘛 新来一个领导 气中她 这两天忙 哎呦 忙得连孩子的奶都忘了 这下午啊 孩子母乳没有了 我给她打了 好几个电话她都不接 你说到现在都没回一个 大碗没事吧 哎呦 你妈有那么傻吗 啊 我下午给孩子充了奶粉了 哎呀我妈 妈 妈您还没睡呢 回来了 饿了吧 妈给你做点吃的 我不饿了妈 晚上叫了外卖 什么 哎呦 你怎么又叫外卖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外卖不健康也不营养 你现在是哺乳期 那回头孩子在吃您来 他在 他在 妈妈妈妈妈妈 你怎么回来了 晚夜啊 你休息吧 你歇会儿 我怕你 我还什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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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你休息一下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干嘛去哪儿 几点不回来 加班也能干嘛 你吓我一跳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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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跟我这 紧没弄眼干什么 是 王伟 我们累了一天了 咱能别表演了吗 哎 那大宝一天没吃饭 你不知道吗 我不是跟妈说了 今天先吃奶粉吗 说了吗 说了吧 我记得我发信息了呀 你看 你看我这下午开会呢 对方一个握手 被我整忘了 但是我都编辑好了 就是没法出去 你看看 那妈不会死脑筋 没给大宝吃饭吧 那妈 能跟你一样吗 这么不负责任事 妈能干吗 王伟 你干嘛呀 我也忙了一天 你数了我干嘛呀 那这事本来就是你错了 你错没错 你跟我叫什么劲呢 你王伟你这一身酒气 一看就是跟胡鹏狗友 又喝酒吹牛去了 不是 你半夜回来就是工作忙 我半夜另手就是胡鹏狗友 忙工作我就是吹牛扯蛋 是吧 扯蛋 你这几天你半夜不回来了 你 刘小夕啊刘小夕 刘小夕 你这商务 你不是小姐 你半夜里出什么业绩 王伟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哎呦 这这这这 哎呦 这干嘛呢 你回头带着孩子给吵醒啊 哎呦 没事 妈 起来 我 别来喝啊 你看我这回治丸子糊不糊 大小王分不清了他 别管 睡了 行行行 你在这里边睡吧你 睡这儿 你喝酒 讨厌 一家日子我不想去哪儿去哪儿 小夕你给我盖个背啊 嗯 还不用 真有意思 小夕 吃饭啦 妈 我起来了 您别等我啊 好好说话 哎 好好说话 哎 不能挂他 哎呀 你怎么这么倔呢 你给你爸一个眼呢 爸 我给你放冰箱里啊 哎 小夕啊 吃饭吧 一会儿凉了 妈 我不饿 哎呦 什么不饿呀 这上一天班 这胃受不了 来 吃点 没事 妈 好 又要点外卖了是吧 说了不听呗 不点外卖 到底你给我送 妈 我先走了啊 哎 你慢点啊 哎 你看 还摔我 这 气死我呀你 不会好好说话啊你 妈 就得治治他 治什么治啊 我看人家在治你 你傻的 别了 别了 你别往前开了 你别往前开了 怎么了 下车怎么开呢 哎 合法服计啊 哎呀 忘了 哎呀 这么大事能忘的 哎呀 你不是习惯了吗 走 大大方方的啊 哎呀 你觉得有点奇怪啊老公 哎呀 你觉得有点奇怪啊老公 怎么啦 怎么了 不用那么刻意吧 上次牵手进去都没人搭了也怪尴尬的 此一时彼此啊 地位不一样啊 任何戏剧结构里正式表达人物关系的时候 隆动点不怕 受受受 我 你们这儿没人搭着了啊 走啊 走啊 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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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祂找 庆祂 庆祂找 好 下班见 又下聊天 好 谢谢 早 早 早 班总还没来 是 据说人事部的人联系他也联系不上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出事的 还几天就好了 什么事还几天啊 没事 上班吧 对了 姐 陶若妍的合同最终确认完了 一会儿邮寄给他 有心灾祸划不开 无心差里柳晨英啊 最近吗 行吧 你吓我一跳 还亮点 我怎么觉得画里有画啊 什么画 依我多年的职场经验 我估计啊 公里不来了 安心败下阵来 许文呢 就觉得高薪聘请你来 你干啥啥不行 你吃饭敌 就又给他边缘化了 安心觉得没面了 然后就不来 过不了几天啊 就也辞职了 真的假的 是有话题 不过这次最大受益人 可是你啊 你看啊 你既跟安心学习了 又弄成了一单 还没得罪邀威 还能接着跟他干 可以啊你 你这情商界的天花板啊 说什么呢软烫了 真服了 我去干活去 真行 陈导 你回来了 太好了 之前可吓死我了 怕什么呀 没有我 节目也还不了啊 可不能这么想 节目是还不了 那要是换了导演 咱们整个导演组 都会被调换的 行 现在没事了 好好工作吧 好 喂 妈呢你 过来那个找我玩玩 哎呀去不了哥 我上班呢 你上班 你上什么班啊你 我爸啊把我银行卡停了 说不上班就不给我开了 再一个天天玩也属实无聊 哥 要不然你也去找点事干吧 那行 那那什么 你就在你上班的地方 安排个工作吧 哎呀别闹 我估计啊你要来没一个星期 我公司就能被你拆了 那你废什么话 那你过来 我知道你炒股挣了不少钱 但那不是花时间嘛 我还是觉得人 得有点时间约束得好 爸 您好 你不跟你说了 我爸来了我爸来了 爸 您好 爸 还顺利吧 马总 一切顺利 帽子摘了 这是什么 天哪 天哪 喂 姐姐 这是跟我装病啊 对吧 不至于吧 你能把考号发给我 我把钱打给你 好吗 五十万 十万 我妈强迫你了 你妈没那么心 那你就是迫于她 是你上司的淫威 你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 我是我 她是她 跟她有什么关系 这车是我自己买的 反正姐姐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没劲了 小朋友 你有劲吗 你呢 赶紧把考号发给我 我妈 我把钱打罪你 不要再放我了 我说不管 我说不管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这心灵 更受伤害了 你要不你这样 你出来 你出来 出来咱俩吃顿饭去陪我 到时候我吃高兴了 你这心灵损失费 我得给你便宜点 有病 还活着 那我所有人都可以 我早上要不认为 你让我留下 好 不是 好 你riel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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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你。。。 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来 来 大宝真乖 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呢 没吃呢吧 妈给你把饭热一下 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送你的 什么呀 哪儿捡的呀 捡的 花重金买的好吗 晚高峰绝对以罪的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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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行了 大宝看爸爸有诚意 原谅爸爸了 怎么回事 我这吃完饭怎么还有点渴呢 天爬 来 来 来一瓶你最爱的解解渴 赶紧消消失 没吃饭吧 行了 这回原谅她妈了 谁原谅她妈了 不是 看她妈有啥关系 你可真能来 吃饭呢 没事吧 哪儿来的花啊 哪儿来的花啊 你妈呀 这花瓣都掉完了 这花瓣都掉完了 我像薅的 特意买的包装纸呢 特意买的包装纸呢 这白花挺好看的 这白花挺好看的 跑了二十多公里买的包装纸 跑了二十多公里买的包装纸 我留下了 我留下了 儿子 以后啊 以后啊 你找媳妇就得学霸 找这种 找这种 温柔美丽 善良大方 漂亮贤淑 勤俭持家 逼得就快 你陈一路呀 谢谢 稍等一下 谢谢 可以啊 恒星 那挺干净的 要干涉真利索 那沙发底下别忘了啊 一会儿也扫一下 您好 这是姚女士家吗 这是你的外卖 再见 谢谢啊 回头结束了 奖励你再玩个电脑游戏 回了 刘兴 我看见了啊 你得跟你姐姐学习 见没 瞧瞧 我好饿呀 你坚持一下 一块饭就到了 姚女士 这是您点的外卖呢 你拿上来了 那正好 都别干活了 赶紧去洗手去 一会儿吃饭 太好了 太好了 怎么能给孩子吃外卖呢 就一个晚上没事儿 一个晚上你不做点饭 哎呀 树叶有专攻嘛 我的专程是上班 做饭 对谁都挖 小叔 嗯 你怎么穿鞋进来了 我刚拖完地 害得我又得多拖十分之 哎哎哎哎哎 合讯合讯 今天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了 奖励你提前下班 吃饭 太好了 孩子刚到家来 让他们又是擦地又是擦桌子 嫂子要知道 让大公知道还得感谢我呢 孩子怎么了 孩子跟我们一样也是平等的个体 对吧 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不要让他们养成一来伸手 犯了张口的毛病 小叔 小沈说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现在我是小沈的乙方 我们之间还有合同呢 小沈说这叫企业精神 漂亮 哎哎 快吃吧 他俩才多大呀 你给他们灌输了些什么思想 孩子也是需要平等对待的呀 你们以为自己是对孩子好 但你们这个教育方法 完全是看清了孩子 刘欣 我看见了啊 不许这样啊 说好了 任务没有完成 不能够玩派道 放回去 不然扣分呢 完了完了完了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不会吧 我说坏了 打不开了 这怎么办呀 我门全是东西 休门 不许哭了 别哭了 刘欣 别吓他 你怎么回事啊 之前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完成任务以后才能玩游戏 你现在算不算违反七位精神 刘欣 你个男子汉不许哭 自己犯了错误就要承认 就要勇于承担了 你自己是大男子汉了 之前怎么说的 一会儿吃完饭 给我发这十分钟啊 刘欣 没完啦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发的微信都没好声好气的 没关系 叔 签了 签了 满意了 我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 我得赶紧 交给审计去 然后呢 然后等他们审查通过了 没什么风险了 我们还可以复婚啊 怎么了 看看 柳青 十八 二十八岁 也不年轻了呀 当然要看看谁比了 你在查我是吗 你不信任我是吗 江洪凯 以你的智商 不是早就该料到 会被我发现的吗 还是我在你心里 根本就是个宠货 连遮掩都草草地遮掩掉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当初是你想做丁克的 你知道我喜欢孩子的 你说你要搞事业 不想在这件事情上 过于费心费力了 是你啊 你逼着我放弃的 是我逼着你放弃的吗 我们又不是没有试过 是你怀不上 明白了 那就离啊 离货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柳青怀孕完全是一场意外 她一直瞒着我没告诉我 等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那孩子长到了已经 没有办法不让她生下来 是 我当初也想了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的出发点真的不想伤害到你 不想伤害我 是 江洪凯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了 你婚类出轨 跟别的女人搞不正当的关系 你说你不想伤害我 你转移资产 骗我离婚 你说你不想伤害我 你迎接新生命的喜悦 你照顾她照顾得无为不知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说你不想伤害我 不想伤害我 对不起 这件事情是伤害到你了 可你为我着想过吗 啊 当初为了创业 我们失去了太多能够要孩子的机会了 而我现在呢 世界是越做越大 孩子呢 越来越成为了我的一个心病 一个遗憾 而你现在错过了最佳的生育时间 难道让我逼着你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 为我生孩子吗 这不现实 安心 你看这件事情这样好吗 只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等她平安地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要让她立马消失 从此以后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然后孩子记在我们的名下 我们只当借着她的肚子生了这么一个孩子 我们才是 痛甘苦共患难的夫妻 脑甘苦 Gleich 当初我刚跟你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但我没有爱